大家好 我是谷言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这是一条值得搭配扬州炒饭一同食用的新闻 综合南华早报等香港媒体报道 臭名昭著的反华乱港媒体 自由亚洲电台终于要滚出香港了 3月13日 南华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RFA会于今年3月底前撤出其设在香港的办公地点 其4名全职员工和3到4名兼职员工 届时要么是被转移到台北 要么就是被转移到华盛顿 此外 还有一些人会被裁撤 RFA在香港租赁的办公室也将于今年4月中旬之前交还给业主 报道称 早在18个月之前 RFA就已经将两名记者从香港转移到了台北 这两人都是报道涉华新闻的 也就是涉大陆和香港的新闻 据该消息人士介绍 自国安法在香港生效以来 RFA就一直在通过这种蚂蚁搬家式的方式 将他们的舆论战阵地逐步转移出香港 而这一次RFA之所以下定决心要彻底认走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 绰号强哥的邓炳强 早在上个月就点了他们的名字 二是23条的立法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一旦23条开始生效 像RFA这样的蟑螂媒体就是想润都润不掉了 当然得趁着国安新法的杀虫剂喷下来之前 流至大吉了 所谓23条其实就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第23条 而这项条款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因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那为什么RFA会如此惧怕23条呢 这里我把我在维基百科和美国全球媒体署官网上找到的资料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看过之后大家的心里就有数了 RFA是一家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私营非盈利性机构 主营新闻服务 为亚洲的观众和听众提供广播节目 并发布在线新闻信息和评论 RFA以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为基础 其前身是中情局运营的自由亚洲电台 RFA成立于1994年 目前由美国全球媒体署资助 并受到美国全球媒体署的监督 RFA记者为中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受众 提供中立客观且引人注目的多媒体内容 提供包括普通话、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 在内的多种中国语言的广播服务 是目前中国大陆以外唯一提供维吾尔语广播服务的媒体机构 RFA是一家专注于亚洲新闻的新闻机构 是我们信赖的媒体 说白了 RFA就是一台挂着新闻媒体的羊头 卖间谍机构的狗肉的 美国认知战机器罢了 早在四五十年前 这种机构在我们这里一班都被称之为第一台的 RFA和VOA这俩吃着美丽肩狗粮装李仲克的货色 就是诸多美系敌台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对 卧龙凤厨 香港保安局上个月才点得名 这相关的国安新法的扫帚还没到呢 结果RFA这群蛇虫鼠蚁就已经自己认了 我估计强哥在看到南华这条新闻的时候 保不齐还得纳闷一下子 我还没抬枪呢 你怎么就打了呢 这时作为捧跟的RFA就应该回一句 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哦不对 考虑到这是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所以这段对话应该用粤语来说 我怎么回唱 应该你怎么突然改给 那句香港某著名杀虫技的广告词 是怎么说的来着 稍微改改 我觉得用来形容我们的国安法和23条 也是很合适的 国安法 高塞歪 亚三条 得口好塞 值得一提的是RFA那群所谓的记者 并不是国安法实行之后 唯一被我们的陶木剑给吓得 认出香港的反华姚美 早在2020年8月 有位名叫布莱恩科恩的美国英语教授 就被生效在即的国安法给吓跑了 这家伙是2008年从美国移居香港的 期间一直在香港的一家国际学校担任教师 而且还借自己的职务之便 在学校里搞了个不知所谓的人权俱乐部 自2005年以来 科恩就在境外的社交媒体上表现的异常活跃 但是这家伙用的不是自己的真名和照片 而是画用了个叫江松建的中文名 还换了个亚洲人的头像 企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土生土生的香港人 改头换面之后的科恩 开始在境外媒体上兴风作浪 挑拨陆港两地矛盾 煽动黑豹思想 因为他把自己包装得很像是个亚裔香港人 所以科恩的小作文特别受西方媒体的追捧 他们还将他称之为香港作家活动家 结果当时间来到2019年年末 科恩这个假香港人装不下去了 有人向美国记者马克思布鲁门塞尔运营的非引力系新闻网站灰色地带 提报了科恩的伪装 科恩自此便露出了自己那隐藏在江松建的画皮之下的亲面獠牙 再加上后来国安法的生效 自知在香港已沦为过街蟑螂的科恩 只好光速润走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不管是RFA还是布莱恩·科恩 虽然这些蛇虫鼠蚁 总爱将自己转禁如风的责任 归结到我们 尤其是我们的国安法头上 但其实平行而论 哪怕没有国安法和23条 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 在我们的人民中间 其实也已经是混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官网上有位网友对RFA有一段评价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RFA的悲剧在于 他所采取的话术和中国群众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他偶尔确实也会详细的报道 我们国内的一些负面事件 甚至是一些确有歧视 而且国内平台还不愿多做报道的负面新闻 但是他在报道这些新闻的时候 你丝毫感觉不到他和中国的老百姓共情 这就给一些 哪怕是偶尔接触到RFA的中国受众 造成了一种极其恶劣的观感 哪怕我通过你这个渠道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 但我也绝不会认同你RFA的立场 因为你报道我们的负面新闻 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变得更好 而是奔着嘲弄我们 甚至是希望我们天下大乱来的 哪怕RFA掌握了可以很精确的戳中 中国老百姓内心骚点的话术 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同情 哪怕只是假装同情中国老百姓 这就导致他们的讽刺和谴责往往很难得到中国群众的支持 有时候他们的认知战攻势或许可以激起老百姓对一些负面事件的愤怒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愤怒到头来也很难为他们所用 而这其实也是国内反贼的常见问题 为什么鲁迅骂中国我们会认同 因为他在批评中国的时候 是把自己也带入了被批判对象的立场上 他始终强调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国家 而不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宛如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神底 对云云终生 平头论足 说到底RFA的困境 和我们国内一些张口闭口 就是你国的人是一样的 你都已经在开口批判我之前 和我划清界限了 你所谓的批判 压根就不是笨着帮我完善自己来的 你又怎么能够指望你的批判 能得到我的认同呢 事已至此 无论是RFA也好 布兰科恩也罢 亦或是其他的一些明冤新闻记者 实为反华姚媒的西方认知战工具 对于所有这些隐隐狗狗吃昧王良 无论是已经认出中国的 还是依然赖在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中国土地上的 此刻的我只想用当年一位长者 对香港记者的尊尊教导来警告他们 你们这些做媒体的千万要注意啊 不要见得风 事得雨 对于你们收集来的这些消息 你们媒体本身也是要判断的 明白吗 假如那些完全无中生有的东西 你们帮着他们说一遍 等于你们也有责任吧 我们中国人民支持邓先生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一切都是按照香港基本法 按照国安的法去支持 至于你们问我们是怎么支持的 我可以回答你 无可奉告 你们问我们支持不支持邓先生 我们是支持的 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们 你们啊 我感觉你们这些反华媒体 还是要学习一下 你们非常熟悉美西方的那一套认知战理论 但是和中国人民比起来 你们毕竟还是too young了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中国人民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网民 我们是身经百战 见得多了 西方的哪一个反华媒体 我们没有见识过呢 美国的那个VOA 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们中国网民和他谈笑风生 你们这些反华媒体啊 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sing sick啊 哎 我也是替你们着急啊 真的 你们这些反华媒体 有一个好 报道起中国的负面新闻来 比大陆记者跑得还快 但是啊 你们这些认知战手段 耍来耍去 都too simple了 sometimes naive sing sick啊 我很抱歉 我今天是作为一个市警大妈 跟你们讲这个的 我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但是我见的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 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 每次看到你们这些反华媒体 在造谣生非啊 我就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话 门声发大财 我就什么话也不说 这是最好的 但是看到你们这么死气白勒的吧 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你们将来在报道上 如果出现了偏差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你们问我支持不支持特区政府 支持不支持邓先生 支持不支持国安法 支持不支持23条 我们怎么能不支持呢 香港的立法工作 当然要按照香港的法律程序去走 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 关于对国安新法的意见 到时候我们会表态的 你们啊不要总想着搞个大新闻 说什么是清定 把我们批判一番 你们这些反华媒体啊 naive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